陈时中出来了 给大家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两岸一家亲 好不好 2016年12月17号 陈时中当时担任的是 台北医学大学董事 还不是卫福部长 他到中国大陆宁波 参加了这个 宁波有个叫做 李慧丽医院的交流 画面在这里 看到没有 融洽 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脸上挂着笑容 与会的每个人 大合照嘛 都要带着笑容 对不对 尊贵的都坐在第一排 陈时中看起来 嗯 北一的这个董事 对不对 这个地位很高 那除此之外 他也跟当地的 中共党政官员 进行了交流对话 讲了什么啊 好想知道 你交流私下做了什么 也很想知道 没有错啦 他说是代表 这个北一大学的董事 但说实话 你有没有讲什么话呢 你有没有释出善意呢 就像张立善的善意一样啊 你是带着友善去的吧 张立善不能跟 中国大陆保持友善 陈时中可以笑着合照 这什么样的逻辑 陈时中你应该垮着脸啊 或是你应该拿出布条 去抗议一下啊 是不是啊 所以按照你对张 民进党对张立善的逻辑 那陈时中这样呢 是不是应该抓起来啊 所以呢 当天的简报中还提到 两岸医疗合作成功典范 两岸一家亲 民进党最无法忍受这句话 两岸一家亲 我哪里跟你亲啊 对不对 那陈时中你应该开开心心的 坐在这个现场 听这个两岸一家亲啊 听这个成功合作典范啊 这个时间是2016年的 12月17号年底 隔年一个多月 陈时中就上任卫福部长 时间点很近嘛 那照理说你做了这件事情 第二年你按照民进党的逻辑来讲 中共同路人 对不对 你不要说当什么卫福部长 应该啥都没有才对 是不是 网军去攻击他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能够高升呢 然后陈时中还告诉他 大家他有抗中保台DNA 那大家就要问嘛 你当时没有抗中保台DNA 你是要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突然生出来是吗 你可以带队到中国去投资医疗 别人去就变成是买办 张立善有善意都不行 绿能你能不能呢 来问一下大家绿能你能不能 我们是不能啦 但陈时中可以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林毅华也说嘛 陈时中民间担任董事去中国交流没有问题 当卫福部长就说 BNT疫苗在中国分装 用这个理由挡BNT 请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陈时中 挂着笑容两岸一家亲 他来示范 跟这个挡BNT 只因为BNT所谓的在中国分装 这也是个谣言嘛 对不对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陈时中 更不要说高端二企早中资啊 你让我们的总统跟我们的副总统都打了中资疫苗 体内有中资的DNA 郑运鹏也被说是中国鹏 顾力熊的合伙律师事务所 也在中国设了事务所 到底认不认同两岸一家亲呢 那你在这个现场 你为什么不抗议 当简报中里面有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你应该站起来大声抗议啊 大声标骂啊 是不是大声反对啊 表达你的台湾价值啊 你有吗 没有嘛 你开开心心的坐在这里 挂着微笑合作嘛 挂着微笑去合照啊 我们看网友怎么说 护驾 护驾 网友独特的幽默感 啊护驾的左右护法 赶快出来 王军呢 笑死一直被国民党打抗中保台 毫不习惯了 是要问几遍 陈时中这样讲嘛 是要问几遍 冰廊中啦 好 这冰廊中是什么 外律内红嘛 对不对 当天人设是同路人不行吗 中国棚你也懂人民币啊 网友实在是很幽默 董哥你怎么看待 陈时中示范的两岸一家亲 依照我们过去的采访经验 像这种团团过去 他不只拍这张照片 对啦 晚上还有很多应酬 要喝酒出饭的 是啊 大家聊天啊 是啊聊天 对不对 有很多节目的啦 我都好想知道 会不会有当时的影片 过两天又流出来 对啊 搞不好过 或者装 因为这个是台湾这边流出来 到时候中国大量流出来 可能更好看 会不会有食指紧扣 对啊 对啊 不晓得这到时候裸的是谁啊 又没有又去扣一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民进党他就是 利人你不能这句话是很传声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可以看顾力熊 看到郑英鹏 看到高端这些林立华首奖都有 那过去也过去更多啊 民进党过去更多 所以你会发现说 他们现在把抗中当作一个 反正选举就拿出来用的 因为他也没有别的招数了 那陈世忠最近用抗中 来保住他的基本盘 所以他只要不输 黄珊珊他就觉得很得意了 现在的陈世忠是这样的处境 那我们其实也很清楚 民进党一堆人在那边 两岸一家亲 的确是这样啊 多少人在那里做生意 包括我们这些隔壁的 这几个电视台 哪一个不是在那边赚大钱 对说实话我必须要讲 两岸一家亲OK啊 如果说两岸之间保持友善 对不对 保持友善然后创造和平 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但这个就是用民进党的逻辑 去打他自己嘛 可是他都在指控别人啊 是啊 他每天都在抹红别人 对不对 那抹红别人好像自己很神圣 都自己没有去干这档事 有啦 自己干得更丑恶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看到 就好像我刚讲 我们隔壁这几个电视台 都是嘛 他全部是在那边赚大钱 跟人家合作拍戏剧 什么都有 还有一个老板在那里 开KTV赚大钱 是不是 然后每天我好像自己都抗中 那这些 你能够抗什么中呢 你在那边赚了钱 然后回过头再来指责别人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些 就陈思东这个我不意外 孤立雄我也不意外 因为他们过去 去那边都觉得很震荡 那现在好像尝到甜头 觉得说我用抗中 我就可以打赢选战 现在没有人一直被你这样骗嘛 你们都可以去 黄国昌也可以去嘛 对不对 黄国昌在北京卖书 可以吗 你卖书跟别人去做生意 有什么两样 对 所以董哥这就是让 我觉得让年轻人最愤怒的地方 因为说实话 现在台湾的起薪非常的低 你年轻人如果到中国大陆的话 起薪是很好 虽然很辛苦 我必须要讲 所以中国大陆语言又相通 然后飞的距离又很近 然后吃饭各方面都很习惯 所以真的中国大陆变成台湾年轻人 毕业之后工作上的一个选择之一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今天在明镜老师的操作之下 你怎样 你只要到中国大陆 你将来可能有一天就会被抖出来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然后就要把你打死的干净 你看看蒋万安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问题是你呢 陈时中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被拿出来 真的我们就想问他 你的抗中保台DNA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抗中保台DNA在那个时候是没有 作者的时候是还没有长出来 一直当你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突然之间咻一下DNA冒出来 冒了一大堆DNA 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你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据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